北檢門口被擠得水泄不通 今年六月一人NoNo捲入 MeToo風波 多名女性 指控她涉嫌性騷 性侵 網紅小紅老師更是跳出來 與其他被害人搜集證據 聯合提告 根據小紅老師 當時的說法 檢方發動偵查 發現一共有十名被害人 而其中三人因為證據力 不足不起訴 處分 不過NoNo也沒有因此脫身 因為還有另外七人將移交到 士林地檢署 持續偵辦 全案歷經半年偵查兩度傳喚 十九號北檢宣布針結不起訴 小紅老師也在臉書發文 表示自己聽到消息的當下 震驚好久 後續會再與律師商討 不排除在意 更強調對司法 有信心絕對會奮戰到底 針對三名被害人指控NoNo開庭時 全說不記得否認犯刑 加上檢察官調閱手機 也沒有發現任何相關資料 但包含小紅老師在內其他七人 已經轉到負責NoNo居住地的 士林地檢署持續偵辦 對此實際詢問NoNo經紀人 他則表示已經和對方很久沒有聯絡 但就算演藝圈首見MeToo暗爭捷 NoNo性騷真意 恐怕還未完待續 近新聞無題專家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東京都市民地檢署 中國人都市民地檢署 加上檢察官司 人群的成為 中山檢察官司 總之都會遇到 對方國人罷難 當中和國人